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聊缠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公交车有鬼的故事 女孩小安是一名大学生 应学校的要求她来到一家公司实习 她爱上了同一间办公室的主管 即使知道主管已经有女友了 但她毫不介意 并时时刻刻想要取代女友的位置 主管也是一个自制力极差的人 在小安的主动下 两人你来我往 开始了明目张胆的约会 怪异的事情发生在这天夜晚 主管爽了小安的约 因为她要送女友回家 小安一人加班到深夜 主管不停地给她打电话 她都聚听了 就在她生闷气的时候 复印机突然出来了几张纸 可资料已经打印完了 怎么还会有纸张出来呢 小安疑惑地走了过去 并拿起纸张来看了一眼 发现纸张上印制的都是头发 看着周围空无一人 小安很是害怕 她赶紧乘坐电梯走出公司 坐上了最后一班公交 上车后 小安给主管发去微信 可奇怪的是 她的列表里竟多了个不认识的人 而且这个人 一直给她发来女生在哭泣的贴图 这个女生的头发 就如复印机里打印出来的纸张一样 小安环顾一周 发现车上坐满了乘客 有些在睡觉 有些在补妆 还有在哭泣和织毛衣的 她觉得有些吵 于是戴上了耳机 不一会儿 她也睡着了 车子继续行驶在路上 睡着的她 她没有接到主管打来的电话 等她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公车停了下来 车上的乘客也全部消失了 她赶紧走下车 发现前面的路边放着一些花 司机在这时出现了 小安赶紧询问她 为什么将车子停在路边 司机回答 轮胎出了些问题 她下来查看一下 一会儿就走 小安还想问 其他乘客去哪了 司机却不再理会她 车子继续前行着 小安察觉到有些不妥了 她询问司机 在哪个口下公交 司机却默不作声 见司机不理人 小安只好给主管打去电话 可电话根本打不通 小安只好拍下经过的马路 和公交车里的情况 并将其发给了主管 主管看到第三张照片里 竟然有一个女鬼 发完照片的小安 发现自己脚下有一团红线 想着应该是 刚刚织毛衣的乘客落下的 于是捡起毛线 不停地扯 前面的女鬼也在不停地织 突然小安的手机 收到了一张照片 那正是有人 从后面拍摄的自己 她这才意识到 原来车上的乘客都没有离开 而是他们早已死去 自己看不见而已 小安害怕极了 她让司机靠边停车 可乘客们怎么会轻易地放过她 特别是那个哭泣的女乘客 因为她就是主管的女友 原来她早已察觉到了 男友出轨小安的事 并在这天下班后 与男友大吵了一架 随后她坐上了这辆公交 在公交车上伤心地哭泣 结果公交车因为轮摊问题 出了故障 并掉下了立交桥 车上的乘客无一幸免 但死前女友怀着 对小安和男友的深深怨恨 使得她的冤魂回来报复了 她一点点地靠近小安 小安害怕极了 不停地拍打着公交车求饶 另一边在高速上 开着车的主管 也被化作鬼魂的女友 抓住了手 随后载着小安的这辆 鬼公交车掉下了立交桥 可她并没有就此死去 而是挣扎着 从车里爬了出来 她的手机还不停收到 发来的贴图 小安吓得将手机扔在了地上 突然她的身后 传来一声巨响 是主管的车被控制着来到这里 并且入公交车一样 从一个地方掉了下来 而掉落的那辆车 刚好砸在小安的头上 她和主管都将为自己做过的措施 付出生命的代价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